嗨嗨 很多人都在家防疫 最近呢 台灣跟韓国兩邊的疫情都還蠻嚴重的 我相信蠻多人都是在家防疫 那像我最近呢就追了一部台劇叫做火神的眼淚 這一部呢 我觀看的過程真的是血壓不停飆高 裡面的案例真的是超誇張的 而且更扯的是呢 裡面90%左右其實都是真實發生過的 那我今天介绍这部剧呢 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有可能你会气到想翻桌 好的 如果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看之前欢迎按赞我的粉丝页 追踪IG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 赤资台币9400万打造的消防指引剧 火神的眼泪 首播当天就登上Google热搜第二名 由温生豪 陈婷妮 林柏宏 刘冠婷 玛丽欧等实力派演员领先主演 不走消防剧常见的英雄片路线 没有高潮迭起的紧凑狗血剧情 而是真实呈现打火英雄们的日常 揭开他们不为人知的心酸血泪及困境 宛如机智的一生生活消防版 带出PTSD创伤症候群 工作与家庭的抉择 消防资源匮乏 消防家属的痛楚 基层的悲哀 同性恋不被认同 不尊重专业 官商勾结 媒体官僚杀人 刁民 器官捐赠 性别歧视 刻板印象及重男轻女等议题 短短时期却承载了如此多沉重的议题 看的过程超容易负能量爆棚啊 索性偶尔还是会有角色兼可爱的互动及黑色幽默 让这出戏不至于难以吞咽 大结局洋葱暴击 平均收视创下3.87加击 夺下周六全国收视冠军 Netflix台剧排行榜第一名 在电视与各大OTT平台表现亮眼 夺下五冠王的头衔 剧中出现的大量刁民 假面官僚 及视线媒体 被网友笑称是台湾吊百科 让人看了气到白眼翻不停 我整理了剧中七大沉重议题更新的 一起来瞧瞧吧 消防员被大楼管委员要求破门 他们看屋内有火光还有交位 就决定破门 殊不知只是乌龙一场 后来屋主居然要求消防员赔偿8万元 执行公务居然还要赔偿 这根本没天理啊 第二次遇到需要破门急救的案件时 却因为警察跟里长没有到场签名 无法破门导致一个生命陨落 不照SOP走倒霉的是消防员 照SOP走又有可能会错失救人的机会 责任全推给消防员 那你要消防员怎么做 根本就是围栏他们啊 是否SOP能够有更完善的调整 这也是一大课题 除了上山下海 打火 急救之外 还得帮忙接生 消防员几乎是无所不能 原本工作内容就很繁重了 还要应付一堆滥用社会资源的刁民 小孩只是脚破皮就叫救护车来载 结果被酒驾撞到 出车祸救护车驾驶员还要被告 寄一个申戒 赔偿修车 幸好有保险 不然那驾驶员有多冤枉啊 后来我查了一下相关法令 交通不曾发函 救护车之行驶方式甚为危险 顾在行车技术上 人应特别顾及行人及其他车辆值安全 换言之 救护车鸣笛只有优先路权没有绝对路权 造势呢还是需要负赔偿责任的 遇到红灯的话还是需要减速 确认左右无来车的话再通过 我看到这法令我就傻眼了 我一直都以为救护车鸣笛的话 一般车辆应该是要礼让才对的 因为人命关天啊 没想到一般车辆不礼让 救护车造成车祸的话 还是有可能要救护车负责 这完全颠覆我的认知耶 我不晓得其他国家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法令 但这也让我思考这法令是否合理 还有层出不穷的酒空 占用救护车跟病床 让救护员错失救人的机会 捕风捉舌明明就不关消防员的事 居然把父亲被蜜蜂遮死这件事 怪罪到消防员身上 还找议员跟媒体大力抨击 人家明明就有给你农业局的电话 是你自己不打害死你爸爸 你还怪人家 真的气死耶 人家子凌那么认真努力 你害人家不能升迁耶 益阳要求娱乐场改善消防设施 却遭到议员来关说 你可以依法开单 民众也可以依法投诉 你可以依法罚款 但也可以依法给他们一点修改的机会 最后两集我真的是被那个议员给气死 要不是因为他关说的话 那些不合格的消防设施怎么会消单呢 怎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火灾呢 而且他被救的时候还至高 人家叫你赶快下来 他却延误了就是救易阳的时间 也要造成人家天人勇格 而且如果当时他们合法改善消防设施的话 也就不会有这些悲剧发生了 坏掉的无线电 拓动的消防疫 等不到的心理智商 这些跟上层申请永远都会有借口推脱 他们半个中秋晚会就烧掉了1.5亿 有钱搞政绩 没有钱补助消防人员 这些都将消防员逼到绝境 在上层民众媒体及娱乐场老板的压迫下 局长下令云梯车涉水而引发爆燃 造成易阳死亡 呼应了首级易阳对围观民众说的话 令人格外心寒 外行指导内行呢 这其实不单只有消防这个职业 在很多职业方面呢 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 那民众呢往往都想要贪小便宜 换老板呢又想要省钱 剥削员工一人多用 不过就是画个图而已嘛 为什么要这么贵啊 广告非一年一千万 那还不如我们自己拍 这什么烂政策啊 下台换人了 帮忙一下下不行吗 尤其是医护方面呢 更为严重 根据1111人力银行医护生计专区调查显示 9成2 护理人员近一年有5成2想离职 出走主因为 没尊严 医疗体制不佳 工时超长 工作量多 压力太大 收入付出不成正比 一些病患呢 把护士林当作服务林 闲东闲西的 还要不时的面临一些医疗纠纷啊 诊件暴力频传 最近才传出一个还蛮大的新闻 就是有一个确诊病患 砍伤了三名护士的这个事情发生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确诊的老爷爷 他也是拿着拐杖 要揍打那些护士 然后吵着要出院这样子 我就觉得看到这些新闻 真的是非常心疼 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觉得他们真的是辛苦了 他们牺牲了自己 跟家人朋友相聚的时间 站在第一线 每天穿着厚重的防疫衣 汗如雨下 也要冒着生命危险 去照顾这些确诊病患 没有他们来守护的话 应该很多人 都已经躺在棺材里面了吧 非常时期 说一声谢谢 或多一点同理心 有那么难吗 你不帮忙就算了 至少不要成为医疗负担啊 台湾社会如果能够尊重专业 多一点感谢跟鼓励 是否就能阻止更多的汗事发生了呢 易烊死了之后 谢科长居然还把造势原因全推给他 易烊家属想要参与调查 被科长驳辉 还说是易烊不听指挥官指令 硬要进入活场成英雄 超厚脸皮的真眼说瞎话 让白科长跟分队长看了都傻眼 但也没人制止他 家属要的是真相而不是抚恤金啊 看到家属面临易烊的死而自责当初的选择 非常痛心 而那些应该负责的市长科长等 假惺惺的在媒体面前演戏 真的超令人想吐的 悲剧发生之后 上层才马上添购了新的无线店给消防员 这根本是亡羊补牢 学长一句 无线店是用易烊的写换的 完全说到心坎里啊 更可怕的是 剧中90%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谁啊 这负负负负负责干什么 里面还有人不能乱射锤啊 外火烧进去把他们通伤了知不知道 水要欧白粉 还没喷水也有话 水车来没水烙 有人不明就里跟着骂消防员 也有人跳出来纠正回吻 尊重专业好不好 身误病人就医是可以有什么误会啊 我10分钟就到医院了 而且后来他太太也顺利出院了啊 你看你看 有点害怕啊 我现在另入无鱼涅槃而灭肚脂 救护病患送医被议员质疑动作太慢 跟消防局长告状 说这个消防队员态度不佳 他不但被记得申戒 而且罚钞薪金一百遍 你怎么又停啊 我开车都比你快 你们救护车不是可以闖红的吗 他当下在车上就有说 你怎么不闯红灯 我第一次看到救护车不闯红灯啊 但事后却遭到家属投诉 说他不闯灯 不超速是不尊重伤患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为什么火车还没有控制呢 再烧下去 我整个楼道烧光了 今天早上10点多的时候呢 是发生了火警 救出156位 其中有47位有送医 大家有差 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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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蔡英娟曾分享 2015年新屋大火造成6名消防员之死 让他震惊台湾消防员殉职率至高 以及消防人力不足过劳的艰辛处境 因而起心动念创作本剧 桃园新屋保龄球馆大火造成6名消防员殉职 保龄球业者刘德斌 为依消防法相关规定定期检修 遭判6年10个月可上诉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台湾安全制度存在一定缺陷 也呼吁应该回头审视法规 今日公祭明天旺季 这句话血淋淋披露了消防员生命安全及权益不受重视 官商勾结 官僚体制杀人 资源短缺 人力不足 过劳等从不被正视的种种问题 让悲剧不断重演 我相信现实呢 应该是比戏剧更夸张的 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更心寒 我会把查到的所有新闻事件呢 连结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呢 可以去回顾一下这些新闻事件 除了工作上的压力之外 消防员还要面对救援失败后的创伤压力症候群 自责 媒体舆论压力 家人的不谅解 不认同跟劝退 部分甚至情绪勒索 若没能妥善处理 有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悲剧 伊德大概是国中的时候 有一个消防队员来我们班上做防火宣导 当时他幽默风趣的风格 很快就跟我们打成了一片 殊不知某一天呢 在电视上面就看到他的死讯 当时他是三层货柜起火 然后他去寻找火点的时候呢 被倒塌的货柜压成重伤 最后因公殉职了 当时看到新闻的时候 我们全班都哭成一片 因为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大哥哥 而且听说他还有一个论及婚家的女佣 所以就看到新闻的时候 就非常的不舍这样子 消防救护人员就是如此高危险性的工作 是什么让他们愿意生互活海 历尽千辛万苦去救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这些就是答案 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如果这个社会能够尊重专业 每个人多一点付出及贡献 正视所有问题并解决 那这些悲剧是否就不会再发生了呢 多一点善意同理关怀及鼓励 少一点批评及攻击 台湾是否就会不一样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